小嘴巴,大世界,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带给你 120分钟声音锁时,打开无穷惊喜 世界随意门,叶泳斯 这个环节叫做小嘴巴,大世界 和大家希望用一些不同的角度,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角度 可以了解我们中华文化,远远流畅,和非常丰富的面貌 来到这个星期,我们仍然有特别嘉宾在这里 来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的职位 就是书人大学的历史系助理教授 欧志健博士,你好,欧博士 叶主持你好,各位朋友你好 是,叫我叶主持,有点见外 叫我Astri就可以了,叶泳斯也可以的 当然,其实每次小嘴巴都会有年轻人的声音 今天有两位年轻人,又要介绍一下他们 文化推广的工作者,Ken和Jessica,两位好 Hello,大家好 说明你是年轻人,也介绍一下两位先 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华文化的推广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呢? Jessica,先来 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说读历史的 但我觉得中华文化和历史就分不开 所以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 例如自己祖先的面貌或者地方以前是怎样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也希望可以将这件事传承下去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很有心啊,Jessica 那Ken呢? 我自己就因为自己是读历史 还有我觉得中国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号称四大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 作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就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个国家 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有古老的文明 所以了解古老的文明是我的兴趣 是,那就对了 欧博士,我们今天开这个题目 我想对于Jessica和Ken来说 都应该很有共鸣 我们重新认识一位人物和香港的关系 是啊,今天影响了近代中国 甚至现代中国的历史非常重要 就是孙中山先生 我记得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 中学也是 也是一天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 都会放假的 大概就是11月的12号 而今年更加重要了 今年2016年 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诞神 150周年纪念 那在香港来说 不久的将来有几个重要的活动出了来 不如我自己也是 在上星期我都参加了一个研讨会 亦都已经开始谈及 重评或者更加推动我们的孙中山先生的诞神活动 那接下来在我们的中央图书馆 就会在11月11号至22号 就会举办很多的展览 一个大型的展览活动 就是介绍回孙中山先生的历史 的贡献等等 希望各位朋友都可以参加 而且香港来说 我们有一个书中山纪念馆 在上环那里 朋友来说 很多更加值得参观纪念馆 能够了解了当代中国 和近代的意义 更加重要就是 书中山先生 在近代和现代 在中国发展走向共和 这个过程里面 究竟书中山扮演什么角色 亦都可以再一步的认识 欧博士 很多时候我们讲述 一些历史出现过的人物 或者中国以前发生的事 跟现在这辈的年轻人说 我经常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令到他们觉得 关自己事的呢 跟我有关的呢 为什么我仍然要有兴趣 要知道以前发生的事 以及人究竟是经历过什么 欧博士如果问你 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仍然要 再重新认识孙中山 和香港的历史的关系 你会怎么回答呢 谢谢主持人 特别是我们现在 可能很多年轻的同学都知道 我们香港现在已经开始 政府正在推动 我们重新去修改 或者处理香港的教科书的问题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了 刚才主持提到的点 为什么我们要再看回孙先生呢 其实孙先生和我们香港 很有关系 包括孙先生在香港接受洗礼 在香港接受整个教育 特别是我们的香港大学的前身 香港西医学院 对孙先生影响非常之大 不单只是医学的知识 甚至乎对整个孙先生的生命历程 甚至乎孙先生的受洗 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革命 经常都会遇到一些失败的情况 每一次孙先生 亦都是打开圣经 去勉励自己 亦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生命里面 影响非常之大的一个传教士 康德莱牧师 这个是后来在伦敦梦乱的时候 这个康德莱牧师 是拯救孙先生的 所以第一件事 孙先生和香港 是非常之密切的关系 第二件事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 在2016 我们要举办 我们学界和政府 或者很多朋友 都会举办的展览会 或者研讨会 其实可以免怀 为了整个中国走向革命事业 走向共和 这个正体的一个重要的历程 那扮演什么角色 更加重要的 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就是孙先生那种无私的精神 大家最明显看到的 当时来说 孙中山为了中国整个的命运 在清朝瓦解之后 就放弃了自己的 做第一任的总统 只是做临时大总统 然后让位给袁石海 这是一个很大意乱言的情况 而且也看到的 孙先生身上 是展示到 吸收西方的知识 和中国知识 一个调和的情况 刚刚得到 其实很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处于20世纪的时候 再不只是走向西学那方面 还要关心中国韩文那方面 所以孙先生身上 其实可以 我们缅怀孙先生的时候 其实可以多一点了解 今天如何在中西学调和的地方 吸收到新的知识 还有没有 还有孙先生提出的三文主义 其实是今天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孙先生提出的铁路 大家知道在建国 在孙先生其中一个的 《实业救国》这本书里面 非常之提出的一点 就是孙先生非常之提倡 是铁路 刚刚现在我们都很清楚看到 在一带一路的整个中国的政策里面 其实铁路是非常之重要的情况 甚至乎我们可以说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祖国 枯切的铁路工程 其实就是实现了 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整个建国的规模 当然了 说回孙中山先生 他一生的历程都经历了很多阶段 当中和香港的渊源和关系 其实是非常之深入的 所以由今天和下个星期 一年两集我们都会说一下 孙中山先生是香港的足迹 欧博士 我们在这一集 第一集 讲孙中山先生 究竟我们应该是 从哪个阶段开始讲先 和香港的关系 是不是应该由 他为什么会来到香港读书 和香港最初结缘 是由什么情况开始 这里开始介绍给大家 是的 多谢主持 如果我们参加孙先生 整个的生命历程 现在我们常常会新的研究方法 或者是和同学分享的时候 就是很讲求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或者生活的故事 第一个很明显 孙先生南下来香港读书 是对孙先生很重要的一个啟蒙 或者一个啟导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整个发展来说 第一阶段其实就会谈及 就是旧学时期的孙中山 在香港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况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我知道Jessica和Ken 都有一些问题 已经带了在袋里面 打算一会请教一下欧佛士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小嘴巴大世界 小嘴巴大世界这个环节 每个星期都会请来一些死方好友 也都是有学识之士 和我们讲一下中华文化不同的层面 今个星期出现的嘉宾就有来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的德偉 也是书人大学的历史系助理教授 欧志堅博士在这里 同样小嘴巴大世界有年轻人的声音代表 文化推广的工作者Ken和Jessica仍然在这里 刚才我们就说了 孙中山先生和香港的渊源 都可以从他来香港读书开始去探索 我知道Ken已经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欧博士 先交给你问吧 欧博士 想问一下 为什么孙中山会选择来香港 还有我知道当时在清朝的时候 其实一般的年轻人 或者是学人 学士子 他们都是比较崇尚考科举的 他们是西学应该不是一个主流 但是为什么孙中山 他会违反了这个主流 他不去读四书五经 不去考科举 而是他走了去读西学 或者是他走出来香港读中学 接着又进而读西医呢 好多谢跟朋友年轻的朋友 提出了问题 其实是很好的 就是提过了 香港在整个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或者是整个革命事业 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其中一点就是 我刚刚和朋友提过了 就是为什么来香港呢 在清朝来说 就是科举为首的 今天我们对孙先生的看法 除了了解孙先生思想 我们开始集中看回 就是我们说要重新认识孙先生 为什么有时候 可能我们建构了孙先生 一个很崇高的形象 就不当他是一个伪人来看 但是大约21世纪的时候 我们对孙先生形象开始重评 不单只当他一个伪人 还更加看回他的生活 好了 看回孙先生为什么会来香港呢 当时来说 在晚清的时候 都是以考科举为首的 但是孙先生一早就已经是 有志是求医 学义学医 就是孙先生是学医的 好了 但是问题 大家可以感受到 他在当时来说 在广州的时候 感受到了 就是以前来说 中国的医术较为传统一些 所以他就来了 香港大学的前身 香港西医学院求学 当然啦 其中一件事 刚才朋友提过 他之前还在香港拔萃书院 读书 后来就去了 黄饮书院的前身 即是香港中央书院 中央书院 我们叫central college 中央书院读书 后来再跟着 上去香港西医学院读书 很明显 因为起码当时来说 对于孙先生来说 他觉得 如果想学医的话 或者想学西方的知识 就要来香港 还有他的哥哥 孙薇很重要 孙薇在他一生里面 亦都推动了孙先生 来香港的学医 所以 从医学和医学救人的观点来说 所以孙先生就来香港 学习新的西学知识 还有当时来说 西方医学知识 其实当时香港 也有一个很独特的环境 造就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亦都给孙先生来读书 当然求学 只不过是其中一番 来到香港之后 他当然会认识了 很多不同背景的朋友 甚至会有很多见识 在这一方面 欧博士在香港 又如何影响到他呢 他究竟认识了什么人呢 在求学读书期间的时候 谢谢主持 孙先生一生里面 在读书期间 认识了一批当时的非常之 除了一批华人 还更加有一批 就是我们一批的传教士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都会提及中上环的特色 我经常都带学生去户外考察 从考察里面引证回历史 今天其实如果朋友 去中上环考察 其实感受到好心的 中上环的很典型的地方 就是有中学和西 就是中国学民和西方学民 并重的地方 最简单的例子 在当时孙先生读书的时候 中央书院 就是今天的警察宿舍 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教什么呢 是中西的学民 所以这个特别地方 当时来说 在这间书院读书的年轻人 成为了当时叫商语精英 商语精英是两种语文的 这帮精英的知识分子 学习了中英文的时候 除了是日后成为香港 很重要的上层人士之外 更加推动了不少中国的改革思想 以及整个新的知识流播 这个是第一个 孙先生里面也有很多 比如朋友经常听到的四大沟 尤烈 杨鹤玲 等等 等等都是对于孙先生影响很大 特别是孙先生在香港 吸收了他的 如果我们勉强强强用 改良派一个思想的话 其实孙先生是学了很多改良的思想 改革的思想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 影响了孙先生的属灵生命 以及影响了孙先生的西学知识 也是日后很重要的 在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官员 策捕之后救他的人 就变成康德黎医生 也是牧师来的 康德黎医生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他在香港西学院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这位医生 当大家知道 很出名的 孙先生当时在英国 被清廷政府拘捕之后 捉入领事馆 捉入当时的清廷驻英国领事馆 然后康德黎医生去研究他 所以这个是对于香港来说 对于孙先生扮演很重要的 知识上面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可能同学都问到 为什么学西学学医 跟他整个人生命有什么关系 大家其实可以感受到 以前来说 中国人就不喜欢解剖 我们说不孝有生无后为大 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法夫 受諸父母 我们中国传统的医学 是不流行 或者不想去解剖 当我们接受了西学的时候 解剖 解剖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不单只是知识 更加开拓到很多迷信的东西 自然而会打通了孙先生 整个的看法 不单只是医学知识 更加重要的是 启蒙了孙先生 整个批判 晚清的清代 清代的专制统治等等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情况 所以我们经常都听到 就是说 在香港是孙先生的革命思想 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稍后回来我们又交给 Jessica 你请教一下 欧博士究竟有什么想问 好 小嘴巴 大世界这个环节 继续由 欧智堅博士在这里 还有Ken 和Jessica Jessica 我交给你了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 想请教欧智堅博士 其实刚才就说到 有一个中央书院 但其实我自己对这个书院的了解 除了说现在的 是不是PMQ 是的 现在的PMQ 除了他之外 其实都知道他是 第一间政府开办的高等院校 其实他对于其他的 有天主教或者基督教背景的 开办的学校 其实他本身有什么教育的方式 有什么区别 是可以令到孙中山先生 有之后的发展呢 是的 谢谢Jessica 那么就中央书院 就当时在晚清的时期 我们香港来说 普遍的教育除了是教会 教会办学之外 还有就是中国传统的 所谓的私属 也有不少的孔教的朋友 在香港办学 最明显的 大家今天看到 比如说孔姓唐等等 在那个情况 都在香港办学 那么看回我们的中央书院 就是我们所说的 Central College 里面其实不单止是教科学知识 也都教基督教的思想 为什么呢 因为早期的全教士 不少在Central College 里面教学的 那么这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方面它有宗教的讯息在 因为最主要 一间学校不是要 就是不是好像教会学校那样 要去读 就是必定要读一些的 圣经等等 但是问题 有很多的老师都是基督徒 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么不单止是 还有宗教讯息的传播 还有什么呢 天文地理 物理 很多科学知识 都在我们的中央书院 都教教育的 那么还有没有呢 还有就是行政管理 在中央书院里面 教的除了是西学之外 还有是中学 所以中国学文 还有西方学文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中央书院 其实教到一些同学 当时的学生 中西文化并重的地方 当然他们在 未入中央书院之前 这帮同学 已经有基础的中学知识 包括因为他们进去 可能爸爸妈妈 请今天所说的 补入老师 帮他私学 师傅 对不对 帮他老师 帮他补入中学之外 当他进入中央书院时 会启蒙了 和启道了 注意当时的西方流行的医学 还有很多 不少 会是当时的西方流行的学问 包括什么 经济 自由思想等等 所以就造就了一帮商与并重 中英劍善 亦都是打通两个世界的 一批精英阶层 可以这么说 欧博士 基本上是 主持 对 当时来说 因为这帮朋友 除了教导西学知识之外 还有英文 今天来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当时来说 英国的科学 和当时的 思想 或者是政治思想 是启蒙了整个世界 很重要 所以 孙先生 透过当时中央书院的老师 学到当时 某个程度上 较为重要的 当时流行的 西方的学科知识 其实 欧博士 孙先生 除了在香港读书之外 另外一个 他人生篇章 很重要的片段 就是 他受洗 也是在香港的 受洗又如何影响到 他人生的轨迹 他的取向 以及价值观呢 有啊 大家都知道 孙先生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在香港来说 他在上环的公理堂受洗 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 在里面 他除了认识到 不少基督徒的朋友之外 更加重要呢 就是 孙先生受洗之后 他那个整个的生命 大家都知道 搞革命 会有失败的时候 孙先生在他的革命事业上面 大家都看到 是很多次失败的 差不多整个革命事业 有十次了 但是有很多次 经常经常经常失败 失败的时候 人生会有气馁的时候 每当一次 每当孙先生举图革命事业 失败的时候 他都会翻阅圣经的 你很清楚 把圣经的讯息 让孙先生成为 很重要的精神支柱 或者叫精神秘籍 所以非常之重要 另外 孙先生受洗的时候 也很特别的 大家知道 近人 黄宇和教授 已经研究 孙先生很清楚 看到一点 当时 孙先生先生 本来 曾经和香港的 很多秘密社团 曾经合作 去举行革命 但是 发觉后来 有几次 那些秘密会社 那些成员 都是 有时候 不是那么忠心 后来 但是全靠 认识到那些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 真的能够 全心全意 支持孙中山 包括金钱上 奉献等等 所以 香港的孙中山 受洗的时候 不单止是精神的位置 甚至乎 他的生活 他的经济的支持 和他的革命力量 都不少受到 受洗之后 和基督徒的关系 都比较有关系 是 那这一篇章 也都令到我们 更加明白 立体地 去审视 孙中山 先生的 和香港的 那个轨迹 但是刚才 欧博士 都提到一件事 都挺有趣 除了是 读书的生命 认识了一些 很重要的朋友 后对他 有很大影响的 一些思想 和受洗之外 另外就是说 当时香港 整个社会的环境 或者我们的 资讯的流通 是不是都是 一个很大的条件 令到 孙中山先生 看中了香港 作为一个 革命筹划地 是不是都有 这个必定的条件 在这里 是 麻烦 主持 孙中山 措施革命的时候 其中 香港的 扮演了很重要 包括他以香港为 中心去筹钱 另外还有 就是 认识了 巴英的 真心 为了中国的事业 中国的走向共和 或者中国革命事业 推翻排满 满洲的政权 的继续图支持之外 更加重要 就是 在孙中山 整个的生命上 就是经济的来源 很多人支持 大家朋友 都相信 看《十业为成》 有没有看过 Jessica和Ken 《十业为成》 《十业为成》 这部电影 有看过 好像是 有印象 但是 对了 没错 《张学有做养俱运》 对了 这部电影 其实也说了很多 香港有很多商人 真心 是倾家当产地 去支持孙中山先生 这个也很清楚 所以 在筹钱那方面 也是香港的地方 刚才主持提到的一点 就是挺好的 就是 香港究竟有什么吸引呢 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 我也跟学生经常分享的 没错 香港是小的 小的 小的有好处是 我们资讯流通快 和交通快 所以 这个 在当年也是 孙先生也感受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流通 方便 另外 香港 就是说运送物资筷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不少当时的军火 其实是运送进来香港 然后再运送上去 排满革命的 所以你看到当时 香港的运输方便 所以促成了香港的 一个特别地方就是说 资讯快 运输方便 和我们的电讯 我们都知道 晚清的电报很重要 香港的电报当时是挺快速的 所以促成了香港 成为了联系 整个华南地区 和海外的一个重要的讯息 我又想问Kent 和Jessica 两位 你们都是年轻的朋友 用你们现在的眼光 这个认知 你会觉得 为什么仍然要认识 孙中山先生 和香港的鬼迹和关系 你觉得最大的意思是哪里 我自己看 因为孙中山先生 给我的印象 最明显就是 辛亥革命的成功 这一个新的制度 的确是能够配合到 我们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要认识一个 这么特别的人 而且他和香港 也有很深的关系 最主要是 如何可以有一个医生 我自己的感觉上 是一个比较舒服 高人工 是一个这么舒服的职业 怎样可以放弃了他 放弃了自己这么多年的 读书的努力 然后就走上去 为人民奉献 然后再走上革命的道路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而且也是他的故事 很值得去了解 好 稍后回来 就到Kent回答这个问题 好 到Kent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到今天 你会觉得仍然有一个需要 去认识孙中山先生 和香港的事迹 他们的关系 Kent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心 因为我觉得 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者 他将中国由一个王朝 带向一个共和的制度 因为其实 你看回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都是有这个历程的 但是经过这个历程 都是会有很多的革命 和很多的失败 但是孙中山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基本上没有放弃过 如果是比起我的话 我想我一两次革命 我就放弃了 但是他是从广州起义 至到黄花江 是差不多十次革命 都是失败的 最后他不是因为他的革命 而推翻了清朝 是因为武昌器 而推翻清朝 但是最后他也是成功到 所以这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认识孙中山的精神 从史迹里面 也都是看有什么啟发 可以给到我们 欧博士尼又请教一下你 刚才都说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 都度过他很重要的一些岁月 启蒙的岁月 但是他那个革命的思想 是不是都是 叫做一来就有的呢 还是都是慢慢经过一个酝酿 甚至改变的一个过程 才成为革命的思想 他最初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有一个 推翻满清帝制的心的了 已经 麻烦你主持 孙先生先生 就在刚才提过 都是香港对孙先生 很重要的 生命历程很重要的情况 其中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孙先生当时在他的革命事业里面 他在徘徊着 究竟是筹划革命 还是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大家都知道 孙先生早期的 其实是改良派来的 所以用回中国内地的 不少学者所说的改良派 只是想改革而已 他还没有打算革命的 最主要因为有几次 在孙先生目睹 当时有一些西方的宗教的朋友 当时来说 不让华人进入教会里面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以上帝面前人平等的话 应该不分种族都可以回教会 但是问题 孙先生见到这个情况下 不让华人回教会 他有目共睹 当时来说 他反思为何华人不能够回教会 为何不能够和洋人一起守礼拜 开始反省这件事 而同一时间 也反省为何中国这么落后 于是就开始推翻孟晚清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他目睹当时的情况 导致他孕育了他的革命思想 但是他在整个过程之中 有没有一些挣扎 刚才欧博士都说 他一方面都希望推动一个改革 希望他好 但是如果真的要走到革命那条路 已经是另外一个方向 孙先生在中间 有没有一些很大的犹豫 或者有些什么令到他立心 或者真是铁了心 我就二无反顾地去做 最主要是他的生命历程 我刚才提过 孙先生当时是辈会于全教事业和革命事业之间 当时最主要是因为他目睹 有时候不能够 特别是时代月后的时候 开始不能够改革 再不能够以掌着清廷的自我改革更新 于是加速了孙中山先生 对整个革命事业 一定是只可以用武力 才推翻满清 这个腐败的王朝 才能够开始推动了整个中国走向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很多时候都见到 当时孙中山看到当时最主要是中国被外人的欺凌 这个情况其实都不只是孙中山先生 当时很多革命的朋友都是这样 特别是我们很多的留学生去了日本 日本很重要 因为大家可能看到 因为在革命之战之前 我们都觉得日本是落后于我们的 但是国安明治为生 接着打入了革命之战 日本赢了革命之战之后 导致了日本的命运 已经走向亚洲 领导亚洲 于是来说 孙先生就开始 当时不少的留学生 在1901年的时候 也都是去日本读书 目睹当时有些日本人 对我们的中国人的欺凌 或者是不公平的地方 于是更加会跳转枪头 其中更加后来的时候 在1908年 日俄战争的时候很重要 为什么呢 当时不少留学生 你可以感受到日俄战争 日本和俄罗斯打仗 但是死的是很多中国的山东人 你想想 在两个国家打仗 为什么会死的是中国人呢 于是很多人就反省了 其中革命究竟 为什么推行革命了 这个清朝这么差 所以普遍来说 在1908年前后 很多私人分子都已经思考了这个情况 究竟可不可以 只是靠清廷自我改革 变为了使用中国走向文明呢 当时这些分子都是 很大的反思 说到革命之路 非常漫长 亦都经过了很多不同的阶段 我们又留下个星期 继续请 欧志堅博士和Ken 还有Jessica 一起在小嘴巴大世界 说一下孙中山先生 和香港的足迹 小嘴巴大世界 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 带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